嘿大家好 那么欢迎继续回到 令费射尔难忘的对局当中 那么在今天这番对局当中 这两位主人公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 依然是斯梅斯洛夫 就是歌唱家斯梅斯洛夫 跟费射尔 那么跟上一期视频不一样的是 这次费射尔下了一个黑棋 那么这番棋事发生在1959年 那么而且这事实上 是费射尔第一次战胜 这个斯梅斯洛夫 而且下的还是黑棋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斯梅斯洛夫第一次 直白棋输给了费射尔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那么这番对局究竟是如何发展呢 我们马上来一探究竟 那么首先 那个斯梅斯洛夫直白棋 率先令费射尔非常难忘 走了一步一丝 非常自然 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步一丝 那么大家可能都看惯了费射尔走这个意思 那么费射尔他究竟是如何应对一丝的呢 那么显然一个世人皆知的西西底出现在大家眼前 接下来这个马F3D6 D4C是D4马是D4 马F6马C3A6 那么一个标准的这个纳道尔夫便利 再一次就出现在棋盘之上 那么当然在这个局面之下 之前也提到过黑棋 而不是白棋他有无数的走法 他有数不胜数的这个招法 可以供这个 供这个白棋选择 所以说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 斯梅斯洛夫选择走了一个 是向导祭武 选择向导祭武 那么当然了 这个费射尔走了一步一流 一般来说在向导祭武之后 在向导祭武之后 黑棋一般不冲义武 因为冲义武的话 将来这个地武的鸽子 你不愿意给出这个地武的鸽子 那毕竟有这样一个牵制 所以一般来说在向导祭武之后 黑棋都会走一步一流 非常稳健 那么当然白棋继续走一些普招 F4 那么白棋接下来想法 就是后F3的长一尾 黑棋费射手 走了一步向导祭武 后F3 后到C7 那么就关于这样一步 后到C7 其实之前也提到过 类似的这样一个局面 后到C7 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 你接下来冲这个B5 因为如果你直接冲B5 直接冲B5的话 对方会有这样一步 E5的这样一个小战术 对方在这样一个 大斜线上面进攻你A8的局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先走一步后到C7 先走一步后到C7 那么然后将来 随时可以准备冲B5 因为在对方走E5之后 你有这样一个向到B7 这样一步反先手 你这个向就被后给保护住 所以说实战队局当中 费射尔先走了一步后到C7 对方走一个长E位 然后费射尔码B第7 这张出子 那么白旗继续在王翼发动进攻 因为白旗他在后翼进行E位之后 肯定继续发动王翼进攻 走了一步祭司 费射尔B5在后翼发动反击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白旗再想走一步E5 想要再来一个捉霜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然后黑旗就有这样一步向到B7 因为后在C7的位置 就刚才这个保护这个向 这样的话直接这个黑旗就获胜了 可以赢这个AHE的局 那么所以说实战队局当中 当然不可能走E5 那么白旗斯梅斯洛夫直接选择一个稳定的交换 走了一步G5 那么马再退回到第7 那么接下来这个向到H3 那么一般来说向到H3当然也正当初子 这个局面之下白旗可以 市场可以直接发动快攻 走一步F5 当然了这个黑旗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 看起来好像非常危险 看起来相当危险 但是黑旗可以非常简单走一个王军E位 如果你吃吃的话 接下来他有先手做你的后 对吧 你这个后 后当然得继续保护这个兵 后到G3 然后接下来黑旗可以走一步 比如说马刀C5之类的 继续保护这个异流的兵 所以黑旗其实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当时那个斯梅斯洛夫走了一步向到H3 就正常出子 并且威胁这个 将来可能威胁这个异流的兵 那么接下来费士尔继续走一步B4 在后翼发动进空 先手做这个马 马CE2 然后这个局面之下费士尔犯了一个 费士尔这个地方走了一步非常不精确的 费士尔这个地方走了一步向到B7 看起来非常合理对吧 这个地方看起来向到B7非常合理 正常出子 实现了一个量子依偎 而且还控制了你这个 还这个地方制造这样一个牵制 这个地方制造这样一个牵制 看起来非常合理 但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提到过这个E6的兵 这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兵 白旗这个地方实际上可以直接考虑这个向吃E6 在F吃E6之后马吃E6 但是先手的捉后捉G7的兵 当然黑旗这个地方可以继续走一步后到C4 这局面非常激烈 但是接下来这个可以走一步这个马吃G7 这是一步先手将军 比如说走一步王到F8之后 白旗可以考虑当然这些招法非常复杂 就这种激烈的局面之下是相当考验人的这个计算力 G到D4那么先手作后后吃A2之后 然后有这样一步非常巧妙的G吃B4 G吃B4之后一方面保护了自己B2的兵 因为在这个后A1将军王到D2之后 这个B2的兵是B2的兵是被这个G保护住 而且这个H1的G也是被保护住 与此同时的话 接下来这个GF进攻这个B7的向 就是如果你吃他妈的话 吃他妈的话他吃你的向 然后接下来也非常多的是威胁 而且这个局面这下事实上 白旗从子力上来说也并不亏 从子力上来说 白旗用了一个子换了对方三个兵 而且这个王非常暴露 将来这个白旗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进攻的想法 而且接下来是威胁 还先手威胁这个B旗的向 所以说这个局面事实上是一个 白旗完全占优的局面 那么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实战对局当中的当时白旗斯梅斯洛夫太并没有走这样一步激进的招法 而是走了一步这个王道B1 他选了走了这么一步稳健的棋 王道B1 那么然后接下来飞蛇走了一步这个马道C5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允许你在这个异流的地方进行弃子 与此同时接下来马来进攻你这个E4的兵 那么所以说当时实战对局当中 当时这个斯梅斯洛夫走了一步马道C3 保护这个E4的兵 那么黑旗 当时这个飞蛇走了一步D5 那么继续去进攻你这个中心 中心发动进攻 那么然后这个斯梅斯洛夫他当时走了一步这个F5 他直接走了一步F5 他终于选择发动一个快攻了 因为毕竟这个黑王他仍然卡在这个中间 所以说走一步F5打开这个中心 那么接下来黑旗飞蛇走了一步这个D吃E4 先手捉这个后 那么在后到祭祀之后 然后走了一步这个E吃F5 再继续捉这个后 白旗马D吃F5 那么在马D吃F5 接下来威胁吃你这个G7的兵将军 那所以说当时走了一步这个G6反桌线这个马 那么市场这个地方马也并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走 实战队局当中呢 当时这个斯梅斯洛夫进行了一个稳健的交换 那走了一步这个后到F4 那可能是单身接下来这个黑旗有这个向到C8的一个威胁 接下来这个黑旗可能威胁向到C8 所以说后到F4 那么而且接下来可能随时准备 把G放在跟他G7的位置上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D线上进行谍局了 那么当然了费士尔赶快就是王居一位 把王放在更加安全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斯梅斯洛夫G到D6 那么显然打算要在这个准备在这个D线上进行谍局了 所以费士尔很敏锐的走了一步这个G到GAD8 那么防止这个白旗统治这个D线 然后呢这个地方斯梅斯洛夫他虚晃一枪 他走了一步G到F6 他从他觉得这个D线掌控不了 那我接下来掌控这个F线 我接下来打算再对你这个F7的兵施下去压力 那么费士尔表示说完全可以 费士尔走一步G到D5 那么既然你放弃了这个D线 那我接下来要掌控这个D线 我接下来准备江沙年 几天上进行江沙了 那么当然了这个斯梅斯洛夫他仿佛也秀到了这一点 他走了一步向到祭祀 向到祭祀之后那么打算一方面打算这个打开这个H线 冲这个H冰写了H4H5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向到祭祀他顺便控制了这个D的格子 敌G了之后 接下来你没有江沙的威胁 那么所以说当时这个费士尔走了一步这个马到D7 马到D7去进攻一下你这个F6的G 而且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个G差次难逃 对吧 你发现白旗这个G好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走 你可能难道说被迫要放弃掉这样一个宝贵的像吗 不不不斯梅斯洛夫走了一步这个巨导F6 他显然发现这个G 黑旗没有办法是这个G 看起来好像捉你的G 事实上并不能是 如果这个地方黑旗马吃F6的话 接下来G持F6 那么在G持F6就当然一方面捉你这个后 另一方面威胁这个后H6后G7 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将杀 所以说这个局面之下可能黑旗被迫只能走一步这个G5 去反驻对方的后H6 但是接下来这个白旗吃后吃后H6 然后这个地方先手持G身变成后H6 将军在王持F8然后在G持F4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瞬间就是白旗获胜 那么所以说实战队局当中当时费着走了一步E3 冲起自己通路兵 那么白旗B3给王开了一个窗户 G到D2 把G放在一个非常积极的次第线上 进攻H2的兵 并且对你的C2兵施加压力 将来说不定随时就有后到C5去威胁C2 那么所以实战队局当中 当时白旗走了一步向持D7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用后持D7的话 当然就丢一个E3的兵 所以说走了一步G持D7 那么白旗斯妹苏洛夫接下来走了一步G到E1 进攻你E3的兵 那么所以说费着走了一步G到E8 进行防守 白旗斯妹苏洛夫H4 那么继续H5 然后准备在这个王毅发动进攻 那么费着当然也是进行反攻 走了一步后到C5 将来随时准备这个G到C8 G到C8去进攻你这个C2的兵 那么白旗走了一步这个后到C4 想去对换这个后 当然费着一个稳定的交换 这个局面之下如果这个局面下进入残局的话 显然是黑旗占优的局 因为这个局面之下黑旗不仅多一个兵 这局面之下黑旗不仅多一个兵 而且他这个兵型也比这个黑旗比白旗要好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在这个交换了 交换完之后就费着要走了一步G到D4 那么继续进行一个捉双 那么看起来黑旗他又要多赚一个兵了 那么白旗C5 G3G4 C6 向到C8 那么然后这个四面斯洛夫走了一步这个G到D6 那么接下来准备冲这个C兵C7去D8之类 飞射了这个G到C4 控制你这个C兵的前进 白旗王到B2 那么王B2王B3 接下来准备捉双了 那么黑旗C当时这个飞射走了一步王到G7 防止将来底线上的战术 那当然王到B3捉双 飞射了巨刀祭祀反捉双 人家反捉双 那么接下来白旗CM4走了一步这个马到E2 那么然后飞射走了一步巨刀E9 那么走了一步强制性对居的这个招法 当然了刚才这个地方如果黑旗走这个G10G5的话 白旗C有这个王吃必死 所以说这个G他还想继续保护这个必死兵 所以说当时飞射走一步就巨刀E6 这个非常简单的跟黑旗C对子 简化这个局面 那么当时这个斯梅斯洛夫G1第一 那么接下来飞射G10G2继续先手捉马 马多F4呢 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个捉双 但是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捉双 黑旗C有这样一步G10D6的一个先手 在G10D6G10D6之后 然后这个黑旗C走了一步G到第二 那么再一次 G到第二他选择再一次 跟这个白旗进行强制性的对局 因为这个局面之下 你这个G仍然没有什么太多地方可以走 你没有办法避免去跟黑旗C对换这个局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走一步G到F6 比如说你走一步G到F6的话 那黑旗C这个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战术就是消除保护战术 H6消除掉你这个冰对G的包袱 你如果吃的话当然就吃你的G 当然如果你不吃的话 接下来这个黑旗威胁吃你这个 吃你这个G5的冰 你接下来这个G仍然差吃难逃 那么所以说实战对局当中呢 当时白旗C4美苏多夫G到D3 他走一步G到D3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如果黑旗C直接选择去交换的话 那么白旗C非常简单的用冰吃 或者用这个马去吃都可以 黑旗C没有直接的胜利 所以说实战对局当中 在这个G到D3之后 这个费上走了一步G到F2 牵手捉一下对方的马 那么然后白旗C4美苏多夫G到D4去保护 12那么接下来准备生变 马到D3控制生变 然后这个地方当时费手走了一步向导F5 显然这个地方G是不能吃的 因为生变成后 然后接下来这个黑旗威胁的 威胁的吃掉你这个马 消除掉这个马 然后准备生变 那么所以说当时四美斯洛夫急于走了一步C7 那么然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之下 那么事实上费手当时又忽略了一个可以获胜的小战术 当然确实也很难作为人类骑手来说确实很难想到 费手当时走的是这个G到F3 你这个像总得控制它这个生变对吧 像控制生变 然后现在用这个G去牵制你这个马 G去牵制你这个马 这是看起来是个非常合理的一步招法 那么然而事实上这个地方电脑给出的招法是可以直接走这步向寺D3 那可以直接消除掉这个马 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对C8的控制 对方是不是可以生变成后 但是黑鞋也可以生变成后 那么在接下来这个G师D3之后 黑鞋他有一步先手的这个后到B的将军 因为你会发现这黑王其实比白王安全很多 黑王他比白王安全非常多 你这个地方后没有任何将军 一高本海默的将军不足为律 所以说在这个将军之后 那么当然了这个王到C4和A4是唯一的两步招法 你到C4的话 接下来这个G师之后你直接获胜 当然了你只能被迫的王到A4 但是在这个G师C1之后 那么接下来仍然获胜 这个黑鞋有这样两个威胁 一个是赤后的威胁 一个是江沙的威胁 这个地方G师A2 然后GA3 G师A3 这是江沙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鞋 白鞋他被迫得弃掉以后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黑鞋直接获胜的一个局面 那么然而在实战对局当中 确实这个你作为人类骑手来说的话 你走这样一步像是第三 不愿意去冒着这样一个风险 但费手还是选择走的非常非常稳健 G2F3 对马进行牵制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的当时这个 这个四面斯多夫他依然选择胜变成后 他主要的想法就是在相持C8之后 接下来这个白鞋有这样一个 G到E4 把对方这样一个兵给捉死的一个想法 那么实战对局当中接下来继续 向F5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黑鞋又赚一个兵 就进行浇灌之后 黑鞋他这个局面之下多了两个兵 黑鞋这个局面下多了三个兵 但是在接下来这个白鞋王吃碧死之后 那么现在多两个兵 那么黑鞋接下来继续飞蛇到这个G到D5 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步棋 切断了这样一个D5桥线 你这个王没有办法过来进攻这个兵 先手进攻这个G5的兵 白鞋当然了这个局到G2保护一下 那么黑鞋接下来非常简单的H6 一个稳健浇灌之后 那么黑鞋这个地方 王翼就存在两个相互连接着的铜炉兵 所以说这个地方 而且白王这个距离太过遥远 黑鞋这个局只要把这样一个线给切断 把这样一个地线切断 这个王永远过不来 然后这个黑王带领这两个小兵 非常愉快的可以变成 把它培养成这个皇后 那么当然了 接下来这个十三岁局当中继续A4 G5 G到C2 那么这个地方黑鞋 白鞋他还威胁的G到C6 这个地方还是还是那句话 费刷走的非常的稳健 走了一步这个G到D了 这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直接黑鞋直接去冲这个兵 也是可以获胜 就是即便是弃掉这样一个A6的兵 弃掉这样一个A6的兵 这仍然是黑鞋获胜 两个相互连接通路兵速度非常快 这个威力相当巨大 而且这个王因为距离比较遥远 这个G把这个棋盘给切断了 这个王过不来 所以说这个白鞋虽然有个通路兵 但是黑鞋这个G 将来随时可以把这兑换掉 这两个兵是你一个G 没有办法阻挡 所以说这仍然是一个黑鞋获胜的局面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的这个肺蛇走得相当的保守 非常稳健 居到第六 不给对方任何一丝希望 那么当然了接下来这个在这个王道C5局一流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 那么黑白鞋当时斯梅斯多夫定睛一看 觉得大势一去 所以赶紧就是英勇认输了 好那么还是希望大家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这样一盘令Face玩难忘的对击 那么另外我还是感谢下本周 Jerry阿Saka VVLOD以及本月的五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给我希望的充电支持 但是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依然来日方长